抗日题材的电视剧比较多 萤幕当中的日军或者说军歌 这个形象跟您真正研究当中的日军的形象 它有什么偏离 抗日神剧对于形象的比如说解构的错误 或者说表演的错误 这个我跟你说 徐教授正好要说这个 因为刚才接徐教授的时候 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徐教授在车上骂了半天 抗日神剧了 您主要来批评他们一样 中国的影视题材描写日本侵略者的 应该说50年代以前的还比较好 因为那一代人他见过真正的鬼子 那些编剧们大多数参加过抗日战争 他很少闹军衔服装和内部编制上的错误 等到改革开放之后 尤其是近些年来的所谓抗战神剧 可以说是错误百出 荒唐透顶 首先是从日本的军队服装来讲 很多都是穿越的 甚至一个人同时带两种军衔 你没有说亮剑那个电视剧 懂抗战的人一看懂日本军衔就是笑话了 一个日本军人又带军衔的领章 又带军衔的肩章 等于说把两个时期的军衔同时挂在一个时期的身上 就是等于一个人同时穿唐朝穿宋朝的服装 完全他不懂 他又不认真研究 又不去查一查资料 日本的军装他经过几次演变 比方说幕府时期 那个就是各搞一套了 你比如说长州藩 沙摩藩 他各搞一套军装 后来日本天皇把他统一 你为什么叫皇军 因为他过去实际上是军阀格局的军队 各派武士 他格局一方 说日本天皇把他统一出来 叫皇军 由天皇统一管 第一次有统一的军装 就是明治十九年式军装 明治十九年式军装 就是1887年 他穿的军装有点模仿法国 有点模仿美国 颜色蓝色偏灰 戴帽子有点像法国军帽 反正都是抄来的 都是抄来的 1900年 他又正式公布了一种新的军装 那就是明治十三年式军装 咱们看日恶战争的电影里面 他穿的就是明治十三年式军装 戴着一个稍微扁一点的帽子 有点像筒似的 那其实跟德国军队学的 他有点德国话了 颜色有点土黄色 这个时候来讲 就接近于欧洲现代的军装 等到大政期间 他又换了一种 大政五年式军装 但是中国人印象最深的 他还是侵华战争时候军装 一开始就是朝三式军装 就朝和三年 朝和三年 就是1928年 他的军衔 就是肩膀上戴一个载条 领子上颜色 代表你的军种 兵种 比如说宪兵 带黑的 黑的带个棱形的 说日本士兵一看见带黑领装人 特别害怕 他是宪兵 而且宪兵来讲 剑官大三级 比如说宪兵少尉 可以递谱少佐 为什么带黑的 布兵带红色的 是咱们现在电影中间 就比较排的严肃的 鬼子一般都是带红色的领装 肩膀上带载条的肩帐 这个是侵华战争初期 像南京大屠杀的时候 他穿军装是这种 我跟你说 像这些衣服 现在网上都可以买到 而且是几千块钱一套 这帮惊日分子拍照的 他们对这个非常懂 你看他合影 合影底下的图柱 就是说左边是什么军装 第二个是什么军装 他们弄得非常清楚 朝三式军装已经配有战斗帽 咱们有些电影拍抗战的时候 918事变的时候 有鬼子戴战斗帽 那是不对的 因为那个时候来讲 他还是大正式军装 大正式军装 他还是个大杆帽 1935年以后 他才开始有战斗帽 而且战斗帽 他做战手戴 平常他也不戴 平常他还是戴大杆帽 但是清华战争打了一年之后 鬼子就发现一个问题了 他朝三式军装 毛病太大 一个是他领子上红的东西 太刺眼了 容易被人变成靶子 第二个来讲 兵在行军装 都不要背背包 正好那个载条肩章 你这个背背包特别不方便 而且他把它喝着蹭掉了 磨掉了 跋山涉水的时候来讲 感觉那个兼章特别别扭 因此战争打了他一年 1938年 而日本皇纪是2598年 因此日本当时就是重新更换军装 他叫98式军装 98式军装 兼章上军衔就没了 军衔跑哪去了就跑到领子上了 因此1938年以后 在中国作战的日军已经没有见证了 咱们现在很多电视剧已经犯错误在这 但是打到1943年 日军这个时候主力 他往往在太平洋作战了 这个时候日本天皇又公布了一种30军装 30军装又有点不同了 有时候是翻领的 大家看鬼子的军装 他就跟98式军装也不一样 98式军装还是力领的 他有时候翻领的 就类似你那样的事 对 他又是类似翻领的 另外 他军衔有的时候就戴在前胸了 这个情况又不一样了 因此咱们电视剧里面这方面错误太多了 但是徐教授您知道吗 您批评的恰恰是所有抗战剧力最好的一个 这是亮剧 这是所有看传剧口碑最好的 那口碑不好的 你可能都没见过 没办法了 你都没见过